最近,中國嚴格的封城政策 讓上海變成了一座不可思議的防疫魔都 有明哥表示,團購平台上物價非常沒有極限 一顆包子竟然可以賣到99元 外送員的行情,也更上漲 在秉持著有小費才外送的原則下 有人一天可以進帳4萬6千台幣 但上海政府顯然不覺得這是大問題 本次他們先舉辦了一場美食比賽 邀請大家上傳防疫料理 結果得票率超過94%的冠軍是一顆饅頭 然後他們又決定舉辦防疫晚會 邀請歌手現身替大家加熱打氣 結果這個網會在網路上被罵得狗血淋頭 只能領下很卡 那麼這代表中國政府終於要正視民眾的聲音了嗎? 東北極深有位女性上週因為物資不足 在窗外敲盆抗疫,結果她就被抓走了